好 現在南北夾擊來炮轟雙北嗎 包含了是有高雄的部分 還有基隆部分 我們來看到在高雄 在23號突然暴增 增加了是有9例的確診者 因此高尚陳其邁非常生氣 大動肝火怒批 說N主公醫院沒有確實的匡列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N主公醫院也反駁說 其實這名個案開刀 就是PCR摘檢一個陰性 加上依照中央的規範 他不是一個密切的接觸者 但陳其邁還是爆氣了 我們來看到在這個部分 他說新美市疫調不實 所以錯失了三個機會 案14359 在5月22號到N主公醫院開刀 住進群聚感染者的隔離 病房旁邊沒有篩檢 沒有疫調沒有隔離 再來看到6月7號回診 以及6月17號回診 他說這是三個機會 這是因為疫調不實 那至於在N主公醫院就說 按照這規定啊 這個個案並不在匡列的範圍 現在認為說醫院說 這個CDC的匡列標準有問題嗎 其實高雄也算個案的居住地 難道就沒有疫調責任嗎 現在再把問題丟回給了陳其邁 我們高雄市都 都知道說是住哪一個病房 隔了兩房 這個人沒有做任何的檢查 沒有篩檢 也沒有疫調 也沒有隔離 所以這個人就幫他出去 高雄嘉靈記錄被打破 陳其邁爆氣 矛頭指向新北市指控N主公醫院 最離譜的 6月7號他要回診 有呼吸道症狀 那也在N主公11樓的病房 6月7號看完病回去 6月17號同樣的症狀又來了一次 錯失了三次 病人在5月24號到本院實行 腹腔鏡感染切除手術 當地的PCR是陰性 病人那時候住在11204 院方反駁 患者住院就篩檢陰性 也不是住在確診首案隔壁房 狂烈範圍一切按照中央規定 根據CDC的規範 這個病人跟該案並非密切接觸 中央規定的密切接觸者是同住者 或是曾拿下口罩交談超過15分鐘 因此14359跟院內首例沒有任何接觸 的確不屬於密切接觸者 出院到確診也超過21天 難以掌握感染源 陳其邁這麼氣 只拋轟N主公 怎麼沒有質疑中央規定的匡列標準 需要修改 同病房不同病室的狀況之下 它應該列為自主管理的對象 畢竟它不是沒有風險 案14359戶籍地在新北 工作在桃園 但高雄也是居住地之一 難道沒有疫調責任 高雄市只鎖定新北市N主公醫院 似乎忽略全國疫苗短缺 全民保護力根本不足 同島一命不能只是嘴上收說 記者高雄總和報導 同島一命不能只是嘴上收說 但是現在呢 在高雄市長陳其邁活力全開 暖暖市長隔空交火 說疫調不確實 所以新北市這N主公醫院 錯失了三次的機會 因此要來怒轟失職卸責 但是在打新北的時候 是不是其實已經達到了中央 因為看到在N主公醫院 主要還是根據是CDC的規範 一個匡列規範 第一圈的接觸 超過15分鐘 以及隔壁床病人都沒有 所以呢 不是一個匡列者 但現在他來炮轟 也遭到N主公的醫院打臉 再來看 疫情指揮中心所謂CDC 他的這個匡列的概念 是什麼時候定義出來的 是去年2020年的4月16號 不要忘記2020年4月16號的時候 陳其邁還沒有當市長 陳其邁是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 換句話講是說 這一些部分 不也是在你督導之下 所訂立出來的標準嗎 怎麼去年4月16號訂立的標準 大家現在全部都follow 遵循這樣的標準的時候 你反而現在要把現在的 你打臉過去的 陳其邁市長呢 最該發怒的 反而是應該當時自己負責督導的 中央單位 中央政府 甚至應該呢 對當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 自己發怒才對 而不是對新北市 以及遵守規定的N主公醫院 所以陳其邁市長呢 如果真的關心高雄市民 應該先跟高雄市民道歉認錯 與其呢 忙著甩鍋給其他縣市 不如趕快的鎖緊 自己市政府的螺絲 尤其是才出現的AZ疫苗 居然讓未成年施打 這樣子的一個誇張 荒謬的疏失 陳其邁市長 與其轉移焦點 不如先把自己 施打疫苗的SOP做好 才能夠獲得高雄市民的信賴 陳其邁這就是一個政治動作嘛 故意發這麼大的火啊 一方面呢 就是想要甩鍋 把自己的確診數啊 甩給新北 另外一方面呢 也藉著打猴墊高自己 想要搶六都防疫領頭羊的位置 如果今天這個事件是發生在 民進黨執政的桃園市或新竹市 陳其邁還有高雄市議員們 還會這麼氣急敗壞跳出來指責嗎 所以這根本看得出來就是一個政治鬥爭 那蔡英文總統昨天在臉書還標記猴友宜說 大家要團結防疫 實際上就是說一套做一套 好再看到謝謝林文鳳的斗內 還要來說了疫情現在這麼嚴峻 死亡人數攀升 大家哀鴻遍野 但他說蔡總統民調四成山滿意度 真的是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謝謝你的支持你的斗內 接下來再來看到的是高雄 高雄在23號新增確診加9 也讓微解封的期待落空了 不過要看到沒事賣場 一大早現在人是不是都出來了 排隊車潮排了一公里 而被列為確診足跡臨時休業大清宵 不想民眾來到另一家分店 排隊的人潮繞了兩大圈 變成了另一個群聚 還有確診足跡的加勒福頂山店 不少民眾一聽到趕快轉頭回家 美式賣場的高雄大順店 一早就被車潮包圍 排成一個F字形 至少排了一公里 好心民眾貿雨揮手 暗示車上的人賣場沒開 可以回家了 停車場入口也掛出公告 23號休業一天大清宵 昨天也是去加勒福 突然被人家趕出來了 美式賣場突然清宵 大賣場逛到一半被趕出來 真的讓人覺得怪怪的 而另一邊的機車入口 不少騎士 狼狽到了賣場 結果普空 好像有確診足跡來過 這樣會不會擔心 中華好像有 會不會擔心突然有足跡在這邊 擔心歸擔心 要買就是要買 這一家人轉站另一間分店 但看看下午的人潮超傻眼 從入口排隊排到停車場 還繞了兩大圈 光是要進去買 就得先排上半小時 好不容易進去了 也是人幾人 又變成另一個群聚 你平常來的 只有今天而已 23號高雄確診加9 加勒福鼎山店 被列為確診足跡 22號臨時縮短營業時間 內部大清宵 聽到這邊有確診足跡 想說改天再買就對了 對啊對啊 買東西可以到別的地方買 民眾想要微解封 逛街採買 恐怕還得再緩緩 今天宋佩申 紅婦人 黃世雲 高雄報導 好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現在也成了確診人囚嗎 我們可以看到 對於醫護人 我們應該至上萬分的感謝 但新北市有護理師 因為出身體不舒服 快篩陽性 等到返家隔離 等不到PCR結果 來問192 來問衛生局被互推 他不能夠就醫 也沒辦法住檢疫旅館 每天擔心 承染自己的家人 也擔心自己會不會死在快樂缺氧 就這麼拖了一個禮拜 終於查到確診訊息 最後還是向議員來求助 才住進了檢疫所 他痛批政府跟衛生單位 根本把人命當成求來題 疫情肆虐 確診人囚遍布社會角落 就連最前線的護理師都遭殃 快篩陽性後 等不到後續通知 被關在家 成了確診孤兒 我打電話到衛生局問 衛生局也說沒有我的資料 我又打電話到疾病管制局 也都說沒有我的資料 就好像在踢皮球一樣 一直叫我等 一直叫我等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蠻擔心害怕的 他說我會不會傳染給家人 衛生單位猛懈責 確診護理師只能痴痴的等 他六月二號就醫快篩陽性 等不到衛生局 機關署的後續通知 六號上網查 才得知PCR確診 但到了十二號 都沒收到通知單 只能在家無法就醫 猶如等死的人囚 女護理師不知道 自己能否上班 能否出門 更擔心傳染給家人 直到議員協助 才順利住進防疫旅館 他對政府的卸責態度 感到不可思議 中央和地方訊息斷線 確診孤兒一個接一個 現在連第一線的醫護 都心灰意冷 連醫護都不受保護 這樣的量能 真能照顧民眾 誰敢相信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 確診室 専用